收拾電腦 慢慢安靜,我會繼續打架 我們安靜麥克風鼓告 取燃她的è Huge 不是 here 只有墜蓉 不屍 墜蓉 放太專驚 好久不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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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化缘来引导我们 祂的化缘来帮助我们 我们如此导致祷告 祂耶稣基督御头 阿们 那我们知道我们前段时间呢? 那我们知道我们前段时间呢? 我们有讲过我们在外面的三人行 我们有讲过我们的三人行 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呢? 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呢? 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保罗 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大喇叭 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清魔态 还有属灵的提摩态 如果我们没有这三个人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这三个人的话 我们整个的生命呢? 就是一个不完全的生命 就是一个不完全的生命 好 只有我们有这个生命的那三个人呢? 只要我们生命有这三个人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么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 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 就是我们不能够找到我们属灵生命中的巴拿巴 如果你找不到生命中的巴拿巴 是因为你的内心太过分泌 是因为你的内心太过分泌 你的心不能够敞开 你的生命愿意躺开 虽然你这个人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所以你这个人是我的真正的朋友 在属灵上面你也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帮助你 在属灵生命上面你都是我的朋友帮助你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属灵的宝罗呢? 另一个就是我属灵的宝罗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没有谦卑的心的话 或者谦卑的心的话 我们的内心是骄傲的话 我们的外心是娇我的话 那么我们整个的生命就很难找到我们的生命中的保罗 那么我们就很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找到属灵的宝罗 我们可以自以为是 我们可以目控一切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本身 如果我们自己本身 没有帮助的对象 也就是说你的属灵的寂寞态的话 就是没有你属灵中的提摩态的话 那么你的生命一定是自我的 那么你的生命应该只是自我 因为任何一个基督徒 就算是你刚刚信的 就算你是刚刚顺着 你都可以帮助那些还没有信的 你都可以帮助那些还没有信的 你信的阴连的 你信的阴连的 你可以帮助那些刚刚信的 你可以帮助你刚刚顺着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如果想要找到属灵的巴拿巴 如果想找到属灵的巴拿巴 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 我们需要一个突破 就是让我们整个的生命 就是让我们整个的生命 我们能够更加的完全地敞开 那更多人呢 能够认识你 你也可以认识别人 你也可以认识别人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属灵中的保罗 如果我们要找到属灵中的保罗 我们需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骄傲 我们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骄傲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找到 我们属灵中的提摩泰的话 如果我们想找到一个属灵中的提摩泰的话 我们需要放下自我 包括我们属灵中的自我 而这个就是属灵生命中的外面的三人行 这个是属灵生命中外面的三人行 当我们有这个三人行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个三人行的时候 你的整个的生命呢 你整个的生命呢 就会变得非常地坚固 就会变得很坚固 就好像我们知道了 就好像我们知道了 石墨是非常柔软的物质 石墨是一个很柔软的物质 你的铅笔的那个心呢 就是用石墨做成的 你的愿不入生 愿不生就是用这物质去造成的 轻轻一擦 它就能够粘在这个纸上面 轻轻一擦 你就可以把它拆掉在纸上面 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鑽石本身就是石墨的另外一种形态 其实鑽石也是石墨的其中一个形态 鑽石就是由碳元素造成的 石墨也是由碳元素造成的 而石墨也是由碳元素造成的 但是为什么鑽石那么坚固 所以就是因为鑽石怎么这么坚固 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物质 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物质 如果你要打磨鑽石的话 如果你要打磨鑽石的话 别的东西是打磨不了它的 其他的东西是打磨不了它的 只能用鑽石来打磨鑽石的 你只可以用鑽石去打磨鑽石 它坚固到一个地步 它坚固到一个地步 三者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 为什么两者听你这么大的差距 这就好像两者基督徒 就好像这两者基督徒 一种基督徒 他整个生命的事跟别的有联系的 就是他的生命是同别有联系的 他形成一个三角的形态 是一个三角形的形态 就好像这个算石一样 就好像一个算石一样 如果我们看到他的结构图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结构图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算石的结构图 就是一个完美的 最稳固的三角形态的结构 我们知道鑽石的三角形的结构图 是完全完美的 它最顶尖是一个三角形 它最顶尖是一个三角形 下面是三角的三角形 下面是六个三角形 下面是六个三角形 石墨的形态就不一样了 但是石墨的形态就不一样了 石墨的形态它们是一层一层的 石墨的形态是一层层的 它跟别的石另外一层的石墨 是没有太大的联系的 它跟其他的石墨 没有太大的联系 你注意它轻轻一插 它的另外一层就再插出去了 它轻轻一插 它的表情就被拆掉了 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稳定的架构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稳固的架构的话 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会好像石墨一样的脆弱 你的生命就好像石墨一样脆弱 虽然都是同样的物质 虽然都是同样的物质 但是一个就是钻石般的精明拓彻 另外一个就是石墨般的乌黑和松云 这个是不是你属灵生命的写照呢 这个属灵生命是不是好像石墨一样容易受到影响呢 我们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石墨的价值跟钻石的价值 跟钻石的价值是完全没办法相比的 是完全没办法相比的 这个世界上最贵的几个钻石之一 其中一个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博物馆 其中一个在华盛顿博物馆 它价值3.5亿美金 它的价值是3.5亿美金 它的重量是多少呢 它的重量是多少呢 它的重量是9.1克 它的重量是9.1克 9.1克 是多少的重量呢 是多重呢 你吃花生米啊 你一定是吃的花生 可能都有9.1克 可能都有9.1克 但是这个9.1克它价值3.5亿美金 但是这个9.1克是价值3.5亿美金 而世界上最贵的钻石呢 而世界上最贵的钻石 而钻石非洲之星 就是说是非洲之星 它109克 它109克 它价值4亿美金 它价值是21亿美金 但是呢 一吨的石墨 一吨的石墨 价值多少呢 值多少钱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整个大兄姐妹们 你不会愿意一刻的壮志去换很多的石墨 你会将一刻的注册去换一刻的石墨 那明明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同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价值差你这么多呢 但是为什么价值差肉丸呢 我可以这么说 我可以这么说 明明都是一样的基督徒 明明都是一样的基督徒 有些人在上帝的国里面 有些人在上帝的国内 他所上发那个影响力 他所上发的影响力 就是千倍万倍的影响力 就是千倍万倍的影响力 反而是一个复杂的影响力 反而是一个很差异的影响力 而在上帝的人中 在用实际的眼中 专实的价值 是昂贵的 在我们人的眼中 一样是如此 而取决就在于 我们有没有开始跟别人有个紧密的联系 当你有这个架构的时候 当你有这个架构的时候 你就会成为一个枯营物体 你就会成为一个困体 你不会被外面人来影响你 你不会被外面人影响你 你可以影响外面人 你可以影响外面人 你轻轻一划就能够让玻璃出现一个痕迹 你可以轻轻一划就能够让玻璃出现一个痕迹 你轻轻一划就能够让坚固出现一个痕迹 你可以轻轻一划 你这个变成的方法可以有一个痕迹 那么这个钻石的架构是什么样子分呢 这个注射的架构是怎样呢 当我们看到 当我们看到 我们外面的三人形的时候 我们外面的三人形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的那个 就可以当作保罗 我们看到最上面的就是保罗 下面的三个呢 就是你生命中的那个巴拿巴 中间的三个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巴拿巴 在下面的六个的这个三角形呢 最最下面的六个的三个形 就是你生命中的停泊胎 就是你生命中的停泊胎 你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下去的 你就一层一层地下滑 当你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时候 有上帝在每个人的心里面 有上帝在每个人的心里面 然后在外面我们有我们的属尼的保罗 在外面我们有属尼的保罗 我们有属尼的巴拿巴 有属尼的巴拿巴 我们有属尼的体泊胎 有属尼的停泊胎 任何的打击都不可以让我们跌倒 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智慧了 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了 因为耶稣基督当初他来到世上的时候 因为当初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 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 那么神一定明白壮实的结构 当然神一定没发现到诸识的结构 因为壮实的结构都是由他来创造的 因为诸识的结构都由他来创造的 所以上帝知道什么样的结构 是最稳固的结构 所以上帝是知道什么结构是最严固的结构 这也是我相信为什么他要选择12个门徒 不是是24个门徒 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加14个门徒 或者是10个门徒 或者是9个门徒 当犹大死了之后 他要抽签把他那个位置给补上去 当犹大过生的时候 他都要继续抽签 他要将他位置补上 耶稣选择12个门徒当中 但耶稣基督他选择12个门徒当中 他又有一个不同的安排 他有一个不同的安排 就是这12个门徒他不是一识徒人的 就是这12个门徒都是不同的困人 如果我们不是一识徒 不是看了他们一模一样 他们都不是一样一样 他是有针对性的来提案他们的 都是有针对性去配合他们 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 所以我们去看圣经的话 他就知道在圣经里面 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面 至少有三个地方的记载 最少有三个地方记载 耶稣其余的门徒都不带 其实耶稣基督的门头都 其余的门头都不带 都是不带 只带彼得、亚哥和和约翰 只是带亚哥、彼得和约翰 那么第一次呢 是耶稣登山变象的时候 就是耶稣登山变象的时候 神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只带着彼得、亚哥和和约翰 耶稣基督只带着亚哥和约翰 只带着这三个门徒在他们面前变象 只是带着这三个门徒去登山变象 当我们知道耶稣要去医治亚鲁的女儿的时候 耶稣也是让其余的门徒都不能跟着他去 只有彼得、亚哥、约翰跟着他去 只带彼得、亚哥和约翰跟着他 当我们知道耶稣在克西玛利尔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耶稣在克西玛利尔的时候 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也只带彼得、亚哥和约翰去 耶稣基督只带着亚哥和约翰去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的架构里面 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的架构里面 他整个架构呢 他是一个三角形的架构 他不是一个平面三角形的架构 他不是一个平面三角形的架构 他是一个立体的三角形的架构 一个立体的三角形的架构 平面的三角形它不是立体的 如果平面的它不是立体的 它是贴在地上 它是贴在地上 但是立体的三角形它是能够站起来的 所以就是立体的就是赢基金 所以一个点 所以一个点 就是一个所构成的三角形 它构合成三个形 下面有同样三个三角形 不如有三个三角形 就是下面三个三角形 那么下面三个三角形呢 会构成下面三个三角形 它构成下面三个三角形 所以我们就看到彼得了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 有可能带着下面的三个 有可能带着下面的三个 雅各呢 雅各呢 有可能带着下面的三个门徒 也都带着三个门徒 而若翰呢 那若翰呢 有可能带着下面的三个门徒 也都带着下面的三个门徒 所以总共就是九个 加上三个就十二个门徒 所以九个加上三个 就是十五个门徒 而如果我们在玩笑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继续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在使徒形状里面 我们就看到这个使徒形状里面 我们就看到这个使徒形状里面 1章15节 1章15节 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数字 和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数字 就是说那个时候呢 耶稣已经升天了 耶稣已经升天 有一群门徒在一个地方 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祷告 而圣经告诉我们说 大圣经和我们说 在全门徒的 这群的门徒 有120个人左右 有150个人左右 为什么要特别指出 有120个人 为什么特别说出 有120个人呢 我相信 这是有他的目的的 是有他的目的 如果你们看下面的算数 如果你看到下一个算数 你就会知道 当三个带领三个的时候 就是九个人 但接下来九个人再带领三个人的时候 当九个再带领三个人的时候 他就能够带领27个人 就可以带你27个人 但在下面27个人带领三个人的时候 当27个带领三个人的时候 他就能够带你81个人 就可以成81个 这四个加起来呢 这四个加起来呢 刚刚好就是120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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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请我弟兄姐妹们 所以如果我们属你的生命 所以如果我们属你的生命 我们想要一个健康的生命 所以要一个健康的生命 至少你的生命中要有一个保罗 最少你的生命中要有一个保罗 有两个巴拿巴 有两个巴拿巴 有三个提摩太 有三个提摩太 这是最稳固的钻石架构的生命 这个是最稳固的钻石架构的生命 而如果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而不是像石墨一样的架构 并没有一个架构 不管外面有任何的冲击 一段写说 一旦净 患难 各种环境上的变化 世界上的营入 都不能够改变教会 但是石墨就不一样 石墨非常轻易的被改变 那如果我们看上面一幅图片的时候 就是钻石的架构 就是钻石的架构 我们就会发现在中间那一个所代表的上帝的那个黄色的点 我们就看到中间这个黄色的点代表上帝的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失去了中间那个黄色的点 如果你失去了中间黄色的点 所有的钻石里面的那个碳元素 所有的钻石里面的那个碳元素 只是一个灵散的存在而已 是一个灵散的存在而已 或者一个气体的存在而已 或者一个气体的存在而已 因为它们原子跟原子之间没有很强的联系 因为原子跟原子之间没有一个很感动的联系 所以那个中间那个点 所以中间那个点 就起到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作用 就起了一个很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前段时间我们都讲了 外面的三人同行 我们之前讲过都是外面的三人同行 我们需要有巴勒巴 需要有巴勒 需要有保罗 需要有提摩太 需要有提摩太 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那接下来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需要有里面的三人同行 我们需要有里面的三人同行 每一个钻石 每一个转石 它的那个三角形的架构的中间 每一个转石的三角形结构的中间 一定需要上帝在他们的心中 一定需要上帝在他们的心中 如果没有上帝在他们的心中 如果没有上帝在他们的心中 他们就是一盘散沙 就好像一盆散沙 但是如果有上帝在他们的心中的时候 如果有上帝在他们的心中的时候 他们里面有圣父 圣子圣灵与他们同行 他们既有圣父 圣子圣灵与他们同行的时候 他们外面有巴勒巴 有保罗 有提摩太 他们有保罗 有提摩太 同行的结构 他们整个的结构 就变成世界上最坚固的结构 而圣父呢 圣父的同行 就是我们要明白圣父的旨意 圣父的同行 就是要明白圣父的旨意 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父的时候 因为当时已经看到圣父的时候 他提到最多的就是 这个世界是照着他的旨意来创造的 就讲最多的就是 这个世界是按着他的旨意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都是按着他的旨意来到世上 所以圣父的主要是他的在生命当中的旨意 所以圣父是我们要主做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那提到圣子的时候 当时看到圣子的时候 最多的提到的就是 讲到最多的就是 他会我们实在十字架上 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给我们看到他的版样 所以当我们讲到圣与圣子同行 当我们讲到圣与圣子同行的时候 我与圣子同行就是 要去笑话耶稣的版样 与圣子同行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版样 就是what with Jesus do 就是what with Jesus do 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是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都问自己如果是耶稣 耶稣会怎么做 如果是耶稣的话 耶稣究竟会怎么做呢 与圣灵同行 与圣灵同行 当我们明白圣经描述圣灵的公元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圣经他这样描述圣灵的时候 他的性格和他的工作的时候 他的圣灵和工作的时候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 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 与圣灵同行 与圣灵同行 就是那一天来改变你的生命 就是那一日给他改变 所以你知道圣灵的 所以你知道圣灵 圣经提到他是喜乐的灵 他是生命的灵 他是生命的灵 他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灵 他是能够解除圣灵的果子的那个灵 他在影响着我们的生命 他在改变着我们的生命 他在改变着我们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 我们每一天都与圣父圣子圣灵同行的时候 我们每一天都与圣父圣子圣灵同行的时候 也是我们行在圣父的旨意当中 我们以圣子为我们的法要 我们以圣灵我们的力量 我们整个的生命 我们整个的生命 就不断的成长 所以今天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明白圣父的旨意 而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跟我们说 耶稣造我们父神的旨意 耶稣基督去召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为我们的罪舍己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可以看到吗 当耶稣还没来到世上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还没来到世上的时候 三位一体的神 三位一体的真正 在一起撒凉 所以这个人类的罪恶 这个人类的罪恶 如果没有人担当的话 如果没有人担当的话 他们一定会下地狱了 他们一定会落地狱 圣父就有一个旨意出来了 圣父就有一个旨意出来了 他说圣子 你愿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人类担当一切的罪恶 为人类担当一切的罪恶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 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 来到这个世界上 造成了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到这个世界上 当当全能力的罪恶 而此次路告诉我们说 当空虚混沌的时候 当空虚混沌的时候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 那位圣父 他创造了万物 他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着 他的旨意被造而有的 这万物都是 忍着他的旨意以行 为什么要在后面 加上这一句话呢 为什么要在后面 加上这句话呢 因为有可能 你创造了万物 如果你创造了万物 但是你是因为 别人的命令而创造呢 如果你创造万物 是因为其他人的命令 而创造了万物 就像在公司里面的员工 你做了公司里面很多的工作 你做了公司里面很多的工作 但是是老板吩咐你的 所以他说 因为你的旨意而被造的意思是 就是他不但是那个员工 他更是那个老板 他有他的旨意 他有他的创造 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他自己独自创造万物 并且他根据他自己的旨意来做 所以既然是创造万物 那么他看到这个括号里面 你自然也包括在这个万物的里面 你自然也包括在这个万物里面 就是上帝照着他的旨意 就是上帝照着他的旨意 创造了你 上帝照着他的旨意 上帝照着他的旨意 创造了你 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神怎么创造你 神怎么创造你 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个体跟别的基督徒 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个体跟别的基督徒 都是不一样的 神在你身上 有一个独特的旨意 神在你身上有一个独特的旨意 这个旨意呢 这个旨意呢 就是让你的生命 就让你的生命 沦绕到他的国里面去 沦绕到他的国里面去 沦绕到他的计划里面去 沦绕到他的计划里面去 沦绕到他的整个旨意里面去 去整个旨意里面去 走向一个身体上面 手跟脚是不一样的 手和脚是不一样的 眼睛跟口也是不一样的 眼睛跟口都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整个身体 他赐给你不同的性别 他赐给你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性格 他是照着他独一无二的旨意 他是照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旨意 我们首先要求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个是上帝旨意和宗旨的体现 这个是上帝旨意的宗旨的体现 就是他的国度和他的公义 他的国是属于天上的国度 他的国就是天上的国度 不是地上的国度 他的义是超越人类的义 他的义是超越人类的义 不是地上的义 是上帝的义 所以当我们求他的国和求他的义的时候 在我们求求他的国度的义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些所有属神的儿女 我们这一群所属神的义 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并不是属于世界 就像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好像耶稣基督的离开世界的天下 所以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是属于天上 所以现在我们是属于天上的 既然属于天上 我们就不应该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就不应该追求上席的整个东西 我们应该明白在上帝的心中 我们明白上帝的心中 他要我们追求的是永恒的国度 我们要追求的是永恒的国度 那么为什么他要我们追求永恒的国度呢 那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永恒的国度呢 因为上帝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上帝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是灭灾的 这个世界是灭灾的 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永远存在的 这个世界是永远不永远存在的 上帝之诚是圣洁的 只有上帝的诚是圣洁的 只有天堂是荣耀的 只有天堂是荣耀的 所以当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 想当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 上帝之诚还是该人之诚 上帝之诚可能就是该人之诚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上帝之诚 或者选择该人之诚呢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上帝之诚 选择该人之诚呢 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在创世纪里面 我们就知道创世纪里面 里面讲到一座城 里面讲到一座城 这个城是该人所建造的 是该人所建造的 这个城叫该人之城 这个城叫该人之诚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以洛 它有一个名字叫以洛 因为该人有一个儿子叫以洛 因为该人有一个名字叫以洛 在创世纪里面呢 在创世纪里面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座城 我们看到另外一座城 这个城是上帝之城 这座城是上帝之城 但是我们看不见 我们看不到 创世纪没有提出来 因为创世纪没有提出来 就是在希伯来出 在启示录的时候 他提出了亚伯拉罕 所追求的那座城 还有以洛所追求的那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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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以洛 是另外一个以洛 就是那个上帝之城 就是这个上帝之城 可以这么说呢 可以这么说 今天整个世界里面 今天整个世界的地面 你只有两个选择 你要不追求上帝之城 你要不追求上帝之城 你要不追求的是干引之城 或者是干引之城 干引之城呢 有几个特色 有几个特色 如果我们去对比现在的世界 如果我们一去对比现在的世界 我们就会非常差異地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干引之城 原来干引之城 就能跟我们现代世界 跟我们现代世界 这么相似 是几种相似 干引之城呢 有几个特色 其中一个特色 其中一个特色 它的名字叫做以洛 它的名字叫做以洛 这个以洛叫做献胜的意思 什么叫做献胜呢 什么叫献胜呢 但是你把你整个的生命 就是把你整个的生命 都完全地放在这个世界上面 是完全放在这个世界上面 你的整个的生命 没有任何一件事 钻石的生命 没有任何一点是钻石的生命 是融合的生命 所有的都是这个世界 你整个都是这个世界 也都是属于这个世界 只有属于这个世界 你的生命充满了欲望 你的生命充满了物质 你的生命充满了生产 你的生命充满了生产 这个就是这个 是该营之城的特色 该营之城呢 该营之城呢 我们知道当初 在创世里面这样写到 我们知道 错识的当初 怎么写到 该营建造了一座城 该营建造了一座城 按着他儿子的名字 按着他儿子的名字 将那城叫做以洛 将那座城叫做以洛 该营他是被神弃绝的人 该营是被神拒绝的人 他没有神 他没有神 但他犯罪的时候 他已经被逃出去了 他已经被逃出去了 所以他为了去建成 他不能追求上帝 因为他已经没有上帝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上帝了 但他犯罪的时候 他已经被逃出去了 他已经被逃出去了 第二个方面 该营的后代 该营的后代 叫做拉麦 圣经告诉我们说 拉麦他娶了两个妻子 就是那个拉麦 他娶了两个妻子 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个记载 这个是圣经的第一个记载 第一个人一夫多妻子 就是第一个人一夫多妻子 第一个人一夫多妻子 就出现在该营的后代里面 第一夫多妻这个现象就是出现在 这一个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世代 这个是充满欲望的世代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世代 是充满欲望的世代 有人说法国 有人说法国 巴黎是非常浪漫的 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 但是你不知道那浪漫的底下 但你不知道浪漫的底下 隐藏了多少的污秽 隐藏了多少的污秽 巴黎是离婚率最高的 巴黎是离婚率最高的 很多人 好 很多人 甚至有一半左右的人 甚至有一半的人 他们都有情人 他都有情人的 他们有情人是什么意思 有情人是什么意思 除了他们的配偶之外 除了他们自己本身的配偶之外 还有第二个配偶 还有第二个配偶 甚至第二个是隐藏其男而已 这个第二个是隐藏在你 这是一个罪恶的世代 美国也是这样子的 在一个这么邪恶的神道里面 美国也是这样的 美国有多少人 每年有多少人的离婚 每一年有多少人离婚 还有现在的中国 根据同计 有一些大城市 每一年离婚的人数 超过每一年结婚的人数 超过每一年结婚的人数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每一年离婚的人数 超过结婚的人数 超过结婚的人数 我们的人 我们内心充满了欲望 我们没有满足的时候 我们没有满足的时候 我们娶很多老婆都不能够满足 我们要有很多物质 也不能够让我们满足 我们要去追求那些东西 不能够让我们满足 不够追求那些东西 都不能够让我们满足 这是该隐之城的特色 这是该隐之城的特色 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它是物质之城 是一个物质之城 它没有属尼的东西 它没有永远的东西 它没有永远的东西 它所能追求就是物质上的东西 所以该隐之后代 所以该隐之后代 按照我们的人来看 是天才来的 是天才来的 各个都是天才来的 各个都是天才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该隐之后代 因为该隐之后代 他们有牧养牲畜的祖师 他们有牧养牲畜的祖师 他有残陷吹消的祖师 打造铁器的祖师 他有打造铁器的祖师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概念就是说 这个世界的文明 这个世界的文明 都是根基该隐的后代发展出来的 都是根据着该隐的后代发展出来的 但是那个罗伊洛的后代 但是这个罗伊洛的后代 那个塞特的后代 这个后代 就是属尼的那个支派 就是属尼的支派 它好像没有这个物质上太多的成就 它好像在这个物质上 有太大的成就 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这样子 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发明 现在每一年有成千上万新的品种出来 甚至过现在是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新品种出来 新的发明出来 新的发明出来 我们现在的科技比以前的科技 不知道厉害多少倍 我们的物质的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 不断的发展 但是有一个东西 是我们最重要的 也是最缺乏的 那就是 就是塞特那一个支派 就是塞特的一个支派 也就是另外一个遗落 就是另一个以落 那一个支派 这个支派 对上帝的前程 对上帝的潜誠 内心的满足 内心的满足 灵里面的喜乐 灵里面的喜乐 高尚的道德 高尚的道德 确在物质的环境当中 它在物质的世界当中 不断的沦落而上市 不断的沦落而上市 第三第四个方言 第三第四方面 该言之诚是宣传之诚 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不洗耍任何的手段 可以用任何的方式 只要我能够达到我的利益 我可以把孩子被拐了 用牛酸来泼汤 把他的脚给剁了 让他能够更好地去施舍 去赚钱 我可以为我的利益 我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可以买假奶粉 可以买假奶粉 我可以用地高油 做东西给你吃 可以用地高油 去煮东西给你吃 我可以为了我的利益 我到处行骗 我贪污受贵 他贪污受贵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都是内心充满了宣传 都是内心充满了宣传 不但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宣传 不但是世界充满了宣传 家庭都充满了宣传 有哪一个家庭 没有出现过争端的 没有出现过争端的 有哪一个家庭 没有出现过争端的 没有出现过争端的 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争吵 我们所有一切的不好的手段 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我 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利益 当我们这样追求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生命 都是在见到这个概念之城 我们整个的旨意 就是想要让我们自己 能够活得更加的开心 就是希望养自己可以活得更开心 让我们自己能够活得更加的亨通 可以养自己的生活 会活得更亨通 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自从有了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 自从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本来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本来成为一个法律之灵的人类 我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 地球上的祝福 我们其实应该是地球上的祝福 就好像一个园丁 就好像一个园丁 当它来到一个土地里面的时候 它能够把那个土地变成一个花园 它能够把土地变成花园 这是一个祝福来的 这是一个祝福来的 但是如果一个园丁 它来到一个土地里面的时候 它能够把土地变成一个垃圾场 它能够把土地变成一个垃圾场 所以它的土地就是一个祝福 所以土地就是一个受众 本来上帝放我们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 本来上帝放我们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 想要我们的能力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 成为万物的祝福 成为彼此的祝福 但是遗憾的是 我们人类不但没有成为世界的祝福 反而给世界大灵灾难 反而对世界大灵灾难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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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